不刷牙不洗澡 叫过夫妻生火 你当我什么 垃圾处理器是吗 钱的事啊 我一定会想办法去 解决具体的 方法就别问了 给我点时间 好不好 要是拿去吃喝嫖赌了 我就不该给我问吗 没吃 没喝 没瓢 没赌一眼 没抽 行了吧 那个人转这么多钱干嘛呀 做慈善啊 上个厕所 你又想干什么 你别给我打电话了 我都想你了 怎么能不给你打电话呢 我跟你说 我真的没钱了 大哥 嫂子是不是叫向忠啊 你要是不给钱 我就把照片发给嫂子了 我警告你 别逼我 敢挂我电话 邓海洋给你脸了是吧 你给我等着 这是你自找的 钱都换在这儿了是吧 一次 真的就一次了 就是去年和钱峰还有几个兄弟 我们在一块儿喝酒 喝大了 晚上睡不着 我就随便下了一软件 就聊了几句 但我也不知道 这个这个应用程序 它是一个 一个钓鱼软件 喝多了 上厕所把我所有的这个视频 都拍下来了 手机里的照片 通讯录啊 还有聊天记录 搜给人截取了 然后人家就威胁我 就 我要是 不给他钱 他就把我的照片 还有这些信息 全都发到网上去 我 我也着急 我害怕啊 我就想 我一千两千就算了嘛 也 也挺没面子的这事 谁想到人家就没完没了了 我 我没办法呀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你要是不信 下次再打电话过来 你接 你 你去问啊 行 明天报案吧 你别报案 小四在关一局 人家知道我这事 知道我这 看到我这照片 都没面子 我 有什么脸 面对我那些发现 你现在要脸了 跟人聊天的时候干吗呢 不是 少主 你这么说话挺没劲的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找人聊天呀 你每天在家里 对我爱搭不理地 把我当透明人一样 你从来没有经过你自己 作为妻子该尽的义务 我已经三十好几个大男人 回到家里 像个哑巴似的 我找人说话 找人聊天 怎么来聊几句 你自己什么样 心里没数吗 不刷牙 不洗澡 叫过夫妻生火 你当我什么 垃圾处理器是吗 那秦峰 瘦子 人家家里也结婚了 养了那么多孩子 也没说什么 人家老婆怎么没向你提 那么多要求呀 行 你爱跟谁过跟谁过去 我不管你 永远不会管你了 最好还能让人给你生个孩子 灯海洋 你自己恶心都算了 干嘛来恶心我呀